中山大学研究团队最新发现,香烟的烟雾当中悬浮微粒有超过八成是超细悬浮微粒PME,有更高的几率能够进入人体,对器官产生影响,还可能加剧帕金森氏症的病程,提醒民众要远离香烟以及二手烟。 点燃香烟放进仪器中采集香烟燃烧所释放烟雾中的气焦悬浮微粒,经过十分钟后取出,会发现不同孔径的分阶绿纸上所采集到的悬浮微粒量也不同。 过去民众普遍认知烟害来自二手烟的PM2.5,但中山大学气焦科学研究中心跨领域研究团队,发现香烟气焦有超过八成,是历境小于一微米的超细悬浮微粒PME。 更微小大概几百奈米的颗粒,他有机会呢,从这个鼻脑通道,我们在呼吸的时候,经过绣球区,穿透了血脑屏障,去影响到大脑的神经。 许多研究发现帕金森氏症与大脑中α突出核蛋白的错误折叠并形成聚集体,进而导致神经细胞功能受损死亡有关。 研究团队以神经母细胞硫细胞株作为帕金森氏症细胞模型,观察发现α突出核蛋白跟香烟气焦结合后,会加剧细胞内的氧化压力等状况,造成细胞大量受损死亡。 那氧化压力会影响到就是各样的面向,那我们只是针对就是它细胞调控的一个recycle的机制,回收的机制,或校准的机制,它就是失常的。 对,那这样的一个失常的状态,其实上就是如果不可逆的话,最后就是大量的细胞死亡。 香烟气焦不仅恐加剧帕金森氏症病成,也可能对其他器官造成不同程度影响,中山大学将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上, 也提醒民众,特别是帕金森市症患者远离香烟及恶手烟,以降低离病风险。 记者陈怀宇,陈显坤,高雄报道。